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在上一部分当中 我在最后提到 由于1940年 德国法西斯的进攻 使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了 取而代之的是 在法国南部小镇维西 由贝当元帅建立了新的国家 叫维西法国 维西法国是德国的 一个傀儡政权 那么与此同时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将军 前往英国发表了自由法国讲话 于是出现了两个法国的局面 两个法国的局面期间 最初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大多数效忠于维西法国 戴高乐将军到非洲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逐步的争取 非洲各地的这些法国殖民军 那么能够效忠于新的自由法国 自由法国后来改名为战斗法国 并且到这个1944年的时候 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 改为法兰西民族临时政府 成了后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基础 而维西法国由于盟军登陆 维西法国对抗不力 配合德军配合的不好 德国干脆就直接占领了法国南部 把这个依附于他的傀儡政权也给消灭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维西法国存在的时间 有这么三年多 那么我们说 这个维西法国在抗战当中 它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首先 维西法国成立的时候 日本已经正式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 切断了所有的从印度支那北部过境的物资 这条通道 不但切断了通道 由于法国殖民当局的低效和从中的苛扣 使得呢 大批的物资囤积在海防港 没来得及运出来 就被日本一起搅和了 到1940年夏天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暂时告一段落 有账不怕算 以后再说 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显得突出起来 什么问题呢 租借问题 我们在讲到美国和英国的时候都提到了 二战期间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为了希望中国能够长期抗日 提出来废除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那么给中国以平等待遇 英国方面呢 经过讨论 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英国方面决定和中国签订新约 那么这个新约美国比较顺利 英国由于香港问题一直办在里边很长时间 最终是以中国最后一刻妥协 放弃了香港条款 中英新约才得以签署 那么中美中英都签新约了 法国怎么办 法国的治外法权 法国的租借地问题 这些怎么去解决 那么这个时期的法国名义上是维希法国在统治 维希法国想赖在一些权益上不走 你说什么权益呢 其中最大的就是上海的法租借 因为我们看英国美国租借合并了 就公共租借 而法国自己单玩 弄了一个上海法租借 这是最大的 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殖民据点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的租借 像天津的和广州的租借等等 法国认为倒还在其次 这个不行就放弃 丢足宝居 咱们守得住这一个就可以了 可是随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进行 一方面是蒋介石在谋求和英国美国废除不平等条约 另外一方面是日本在积极策划与汪伟政权废除不平等条约 法国肯定不能置身事外 因此汪伟政府提出要求法国将这个租借交还 那么本来到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上海的公共租借 美国英国控制的公共租借已经被日本占领 这个时候上海市政不统一 就剩下一个法租借 日本人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要把它拔掉 那么这个时候的维西政府 没有能力再去维护这个法租借了 法国的一些侨民留恋当时的特权 不愿意交出来租借 不愿意交还治外法权 这个时候日本就挑动汪伟政权 在背后采取了一些行动 比如说大造舆论 说你看连日本都愿意交治外法权 当然我们说日本是极其虚伪的 他占领着中国 他当然不需要治外法权了 所以日本都跟法国讲 我们都可以交治外法权 你们为什么不交 现在上海市政不同意 就是你们闹的 法国方面仍然希望交点租借 但是其他的都交 唯独这个上海法租借不交 那么仍然保持特权 想赖到二战以后解决 日本方面自己正面的跟法国谈 另外从侧面上看 汪伟政府大造舆论 恰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学徒工在法租界被法国寻补打死 那么汪伟方面大造舆论 日本驻汪伟的代表也借机发表谈话 同情这个被打死的徒工 说法租界胡作非为 事情一直拖到了1943年的下半年 我们看前面 因为日本出于打击国民党方面的策略 他是抢在蒋介石和美国英国签约之前 蒋介石1月11号签约 抢在他们签约之前 就率先签了日本和汪伟之间的废数不平等条约 到这个时候 法国租界拖了半年 这个时候日本一再的给维系法国施加压力 因为当初就不是看你维系法国的面子 当初日本没有进攻法租界 就是看德国的面子 这是德国的伪政权 那么可是到了1943年的时候 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德国在战场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节节败退的情况 先是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 德国失败 43年年终 库尔斯克反击战 这一次德国想重新夺回主动权又失败了 那这样一来 德国哪有时间管你维系法国这点破事 还有德国自打一战结束以后 他就已经放弃了在中国的一切的治外法权 因为战败国 德国觉得我都没租界 你要什么租界呢 这样一来 德国不会再很支持这个维系法国 维系法国一看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到了签约吧 被迫同光伟政府签订了这个交还租界的协议 当然提了一些保留 比如说法国人在这里经营的自由 还要得以保存 法国还有一些文化团体 在上海有资产得以保存 那么其他的治外法权租界等等 我们同学听到这可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法国交还了特权 但是不能这么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是维系法国政府 后来的法国政府不承认 认为这是个伪政权 同样中国签字的是汪精卫伪政府 那么这个权力我们也是不承认 不认为他有权力能签这个条约 于是呢这个条约本身是无效的 那我们说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呢 为了告诉大家在斗争当中的复杂性 汪伪政府也希望在国际上谋求一个地位 说我废除跟法国条约 在中国人面前做一做 那么维系法国呢 也是出于无奈 在各种包围之下被迫让出特权 真正的签约得靠谁呢 得由后来的法兰西民族临时政府签约才算数 那咱说这会临时政府在干嘛呢 临时政府正忙着组建 忙于军事斗争 利用盟军诺曼底登陆 1944年年底 那么戴高乐打回来了 重返巴黎 这个时候戴高乐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这方面不是非常主要的 可是中国方面说戴高乐这个时候我们要谈一谈了 谈什么呢 谈一谈特权的问题 我们老丈啊 该算了 美国和英国两国的老丈都算完了 该算你法国的了 这个时候 我们利用抗战当中节节胜利 中国变成了二战以后的五大国之一 跟法国再谈 首先租借问题呢 就没得说了 因为在二战期间 法国已经丢光了 再想重返 这是不可能了 广州湾问题 这是法国当年强加给中国的一个租借地 今天的广东省湛江 广州湾地区 广州湾地区 二战期间就被日本占领了 明明是被中国给收复了 法国想回去已经没有可能了 之前赖在广州湾不走 现在不给也不成了 这个也可以给 那么这些条件都可以答应 可是中法条约签订却是一波三折 为什么一直拖到1946年 双方才签订正式条约呢 之前谈了好多次 并无大的争议 中国想要的法国也觉得非给不可 那么国民党政府和后来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签订的协议 为什么如此之艰难呢 其实大家别忘了 这背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提到的印度支那 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 印度支那问题再一次被拿出来当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呢 请看下一部分 印度支那独立风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